台電女孩在台灣是一個很重要 在排壇裡面算是很重要的一支球隊 那他當初也是在建國強森 以及我們經濟部的運動會的背景之下成立的 那到現在算是一個在台灣是很傳統的 很有傳統的一支隊伍 台電女子排球隊正式成立於1974年 網絡國內女子排球頂尖好手 耕耘多年擁有輝煌成績 傳聯國內外各大備賽後座 自2009年參與企業排球聯賽以來 迄今仍是唯一由企業內部員工組成的隊伍 在場上奮戰不懈堅持到底 10年間類型賽挑戰賽共奪得15次冠軍 球員更經常同時具備國家代表隊選手身份 是名副其實的國手搖籃 國內的女排幾乎在國內比賽應該都是差不多都冠軍 因為比較好的選手大部分有可能都在台電 那台電他的成員可能也就是中華隊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台電女子排球隊的歷史可回溯至1970年代 台電內部草創成軍參加經濟部運動會女排項目 可謂台電女排的前身 1974年開市廣州好手與高雄大陵施工處正式成軍 隸屬當時台電施工處開始一步步邁向多冠的旅程 1977年大陵電廠工程結束和三施工處正式成立 1980年女排隨施工處遺施屏東恆春 在洛杉峰酷熱氣候中進行高壓進食訓練 並迎來戰績赫赫的全盛時期 河山就在恆春 恆春也知道那洛杉峰很大 我們每天五點半就要起床 要去跑山路 跑四五公里 每天喔 那個風就像在那個颱風一樣 那個風都很大 但是因為你要練體能 所以你也要必須要經過這一段的訓練 努力 因為你既然已經進到這個球隊 那教練的安排你都要必須要去接受 不管多困難 因為他的這個三餐的飲食 營養的照顧 從助理教練管理 這些都幫我們照顧得很好 所以台電其實是一個排檔 排檔培養新秀 包括是我們的這個國家代表隊 其實都是我們培養的搖籃 1985年和三施工處結束建廠作業 女排代管單位轉移至高雄鳳山區處 台電女排與此落地生根 初期練球須向其他學校界闖地 直到1992年大寮訓練中心體育館落成 女排既有了自己的家之後 也擁有專屬球場 是當時企業隊中唯一有專用球場的隊伍 提供女排最強而有力的支持 這麼多的球隊在國營企業裡面 我覺得說在台電的球隊 隊員我覺得他是很幸福的 而且現在的長官或是公司 對這個球隊都還滿支持的 因為他們不管是在外面做公司的行銷 或者是在外面做公司的行銷 或是在外面做公司的行銷 其實台電隊的感覺就是 真的是第一名 那時候應該是83年 我們整個隊 其實在整個亞洲地區 第一個級別比較高的就是中日韓 那我們是排在第二 但是那一年的和平盃 因為我們戰勝的南韓拿到了銅牌 所以這個應該是所有在 有遇到的這一些球員的一個 應該也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 2009年企業排球聯賽 開始加入女子組賽事 台電女排是唯一由企業內部員工 組成的隊伍 45年來排檔環境不斷變遷 許多國營事業隊中小企業隊組織解散 唯有台電女排這支禁旅 穩居難以撼動的後座 迄今包攬挑戰賽7座總冠軍 加上例行賽 共多的15次冠軍 女排球員皆為一時之選 經常幾身國手行列 參與國際賽事皆為場上焦點 讓人矚目的除了出色球技 更亮眼的是即便受傷即使落後 仍在場上拼搏到底的奮鬥精神 讓人見識到何謂球不落地 永不放棄 其實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怎麼很像沒有那麼幸運 然後總是會遇到這些受傷 然後很像阻礙了自己球員的生涯 不過我覺得說這是另一種考驗 就是因為你面對一個困難 然後你要去突破它 你要想著自己要趕快好 然後再回到球隊 那球隊其實在教練的部分 他們也不會說強迫我說我還沒好 然後就一定要上場比賽 他們都知道我會很求好心切地趕快上場 他們反而會跟我說 沒關係夢話你就慢慢來 那我們永遠都會等你 教練都有跟我講過這些話 其實我都聽在心裡 然後在復健的時候 我都會記得他講的這些話 然後努力的復健 一向以來台隊女排都是相當團結的 那我所要傳達的也是希望說 往後這個球隊也能夠一直這樣團結的走下去 那在一個大目標的團結之下 我倒是要求他們去做到的就是先從個人的自覺 自愛自律這一方面做起 這個個人部分然後才能夠凝結到一個整個團隊的一個理念 今年台電球隊積極參與公益活動 辦理關懷列車暑期球類放電影 排球隊更投入潔能宣導淨灘活動 擴大球員的影響力回饋社會 無論在場上場外甚至卸下球員身份後 女排代代球員經國不讓虛眉 自律上進樹立又兩點半 以台電女子排球隊的議員為榮 也讓台電公司持續以他們為榮 我覺得這個是台電傳承的就是一個榮譽 有榮譽感 有相信力 那團隊合作像姐妹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球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如果退役下來可以在這個工作上好好的表現 不管你今天有沒有升等 因為我們也是有那個升等的制度 那不管你今天有沒有升等 就是也是一樣認真努力的工作 也讓後輩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因為你看我們球隊現在已經45年了 到今天已經45年 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傳承下來的精神 所以足以讓這個球隊到現在都還存在這個公司 大家可以進行 你知道不用了 充分了 在這裡